客户能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安装师傅是多么的信用 这里说的不是我 是给客户家装集成灶的安装师傅 安装师傅在安装的时候提醒了客户 说你这个烟道有问题 最好提前处理 必须得给这个师傅点个大大的赞 了解了这个情况 我们首先是到五金店 先买了一截160的PVC管 如果能买到180的那就更完美了 装车现在到客户家 最近活比较忙 所以客户硬是等我等了好几天 那天客户打电话的时候说 马上就要装柜子了 说要提前处理 现在安装师傅已经把柜子都组起来了 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干活 因为现在的柜子都是模块化的 你随便拆拆拆就可以了 听这个声音就是有点废地砖呀 柜子组起来不可怕 如果是把台面装好 那就难搞咯 听客户描述是有断层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断层会有这么大 这个烟道管它不是贴瓷砖的 是用包管支架包的 所以中间这个空隙比较大 还能看到旁边的排水管 如果客户不是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安装师傅 管他三七二十亿 我把我的钱赚了就完了 别的不管 那后期这个事就大了 那到时候不光自己家的油烟排不出去 别人家的还会串进来 关于油烟机反弯 我遇到过那么几个客户 已经是崩溃了 就是说我处理不好 我这个房就不能住 我必须得给他卖掉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开干 这管是160的 180的 两个孔开出来的直径还不一样 这个接近170了 全屋定制的保护门找了一片 用来干啥呢 用来画画园 我们以前干电焊的时候 切管道的时候就用这种 不是这种膜啊 是那种纸皮 操作方法和这个类似 差不多 我这间管买的比较长 我要切几个圈 根据他不同的口径 给他把这个管加厚 以前有弯弯的粉丝 跟我说过 说这个PVC的粉层容易致癌 所以戴个口罩 比较保险 反正这个管也比较长 多切几个 无所谓 这个管是160的 所以我们先给他套一个圈 如何用160的套160的 那只能是中间给他切断 然后刷上PVC胶 捏着 等一会儿啊 中间还有一个缺口 把这个缺口 必须得给他补上 反正这个圈也切得多 破坏一个无所谓 这样不就完美多了吗 怎么形容你们懂得 没时间等胶干啊 直接裹点胶布 算了 这回看他不就变成168了吗 试一下合不合适 哎呀呀 解枝漂亮的药 那啥呀 哎呀 药香活干得好 结构胶少不了 在这个洞的周围 给他把这个结构胶涂上 还不太好涂 估计是有灰 多抹一抹 这个灰和胶就融合在一起了 那就更结实了 这胶可不要怕浪费 多多易散 而且管道的接口上 也得涂满 今天这个手指 回去又得洗半个小时了 这个胶必须给他 抹成一个斜坡型的 这样在推到那个孔里的时候呢 你越往里边推 它外边淤堵的越厚 那就粘得越结实 外边这个孔 我们刚才量不是180的吗 反正我们圈也切得多 给他也套两个 看我干活也都是些野路子 因为之前我也没这么弄过 也没有跟师傅学过 车到山前必有路 所以这些都是现场发挥的 野路子就是这样 有人认可 有人反对 争议都特别大 评论区看去吧 套一个圈 这个管道还有活动接行 所以我们得再套一个 保证这个管道和这个磁砖 卡得死死的 这个小缺口必须得补上 看着舒服 干过这种管道的都知道 刷上PVC胶 其实它干的都特别快 这个管道确实有点浪费了 买的太长了 马刀具在车上 我也懒得去取了 直接给它切两半 你们干活把口罩也戴上 你看到这个飞沉了吗 这呼吸的话都到肚子里了 和墙面打磨平整 这个接范处再给它涂上结构胶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 已经开始有人做饭了 听这个声音 就这小鸡冻蘑菇的味儿 你让我们这一屋子的师父们怎么干 大家都在喊下班了下班了 里边接范出的情况 虽然看不到 但是就用手指感觉吧 尽量把这一圈都给它涂满胶 现在是里外都有胶 最后我是冒着手机掉到风道里 给大家从里边拍的 你们凑乎的看吧 我感觉我已经转了一个360度 这个是外边的效果 外边的焦涂的也不少 搞一下卫生 接下来我们就能装紫逆帆了 纸逆帆上没有固定的孔 很少见啊 开了四个孔 我打算用螺丝给它固定 如果用胶粘的话 你不固定好 它容易跑位 打几个螺丝 其实也不费劲 纸逆帆的背面 它没有海绵条 所以这个边上呢 就打上一圈玻璃胶吧 也不敢打太多 打太多 怕以后拆的时候是个麻烦 虽然这个磁砖 它只有一厘米的厚度 但是这个膨胀管 依然能固定得了这个紫逆帆 我的电动紫逆帆 马上也要上了 以后这里厨房油业 就又上上了一个等级 防止它以后脱管 这边给它打两个螺丝 最后再把这个接口 用胶带包一下 防止它油烟的渗漏 这胶带也不是我的 必须得多缠点 这个接口没有卡扣 都是直插的 所以给它用铝脖子 粘了一下 防止它以后脱开了 最后再把柜子和集成灶放到原位 终于干完了 看看这个接口的效果 准备装修的 记得收藏点赞 拜拜老田 别看了 别看了